大家好,欢迎收睇ET讲股通,我是Dave 梁耀康 首先呼吁大家,如果大家有股票的问题 欢迎在post 下面留言 我们在节目之后,就会解答大家的问题 事不宜遲,现在就开始谈谈今日的大市情况 我们先看看恒指日线图 看今日的大市走势来说,早上是偏远一点 但下午之后,慢慢做回来 主要支撑是什么呢 就是靠金融股和澳门博彩股去支持 但走势是否很强呢 又不是,就像星期一所说 你继续看着上升轨 到底上升轨是否值得住呢 今天就试过,试一试,压压过上升轨 但见到,其实也有个支持 之后就咬回来 接下来要看什么呢 恒指第一,要看看能不能够升穿之前的 一个叫做头肩底的颈线 这个位置 另外,再远一点点 是有一个下降轨的阻力 你看看它能否突破得到 怎样看它为之突破呢 起码有一支叫做大阳烛 一夜升穿上升至25,000点 还有一个大成九配合 这才是有机会是一个头肩底 或者是突破下降轨 否则,如果它是继续排楼梯 这样的时候,宁愿就继续看着上升轨去做人 就不要过分进取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看了大陆的指数 其实它仍然都是继续窄幅上落 它是一个叫做区间 或者少少慢慢收窄的情况 其实是在等着一个突破 另外,我们就看了其实是 美国方面 美国方面的情况都是一样的 它就是慢慢等着一个突破的情况出现 其实现在看中国、香港和美国 都在等着一个突破的情况之下 另外,也有多少的不明朗因素 譬如今晚,美国方面 会举行最后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辩论 另外,内地方面 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就是下个星期,就开五中全会 你会看到,其实内地方面 很多时候已经开始等了 等待有什么政策出来 才可以再跟进,再follow 有什么投资机会呢 因为始终内地,甚至乎香港 很主要,都是一个政策主导的事件 所以在近期来说,特别是这一两天 市场如果人们未入市 会寧願抱一个观望态度 另外,下个星期 其实有些新股就会开始抽 所以在现在的这个不明朗情况之下 以及我们看到三大指数 都在准备着,寻找一个突破点的时候 在策略上,其实有两方面可以建议大家 一个比较相对上,保守一点的策略 就可以拿回一些线出来,抽新股 如无意义,其实马力集团在下个星期 现在市传,下个星期二 H股就开始招股了 预期应该在11月5日或6日左右 H会同步上市 现在看市值,大概上市的市值 现在传,应该用2万到2.5万亿 我们看市员,其实都不算太贵 其实都可以的 现在传出来大概是38-45倍左右 其实是一个不是很高的水平 你对比起香港的科技股 甚至乎你对比起美国的科技股 其实这个PE的水平 其实已经是一个几合理的水平 所以如果它真的将来上市 其实都可以憧憬它 有一个几好的上升空间 另外就是,明天就开始抽那个Ibomb Ibomb虽然不是预期的很高回报 它起码也有个打底 有两厘 有机会就一人一手 大家可能是这样的 就预计它有机会 可能就有几百元袋 我就建议,其实两边都可以调少少钱去抽 一方面就去抽个Ibomb 其实现在外面也有人会建议 不如你把所有的钱就调少去抽蚂蚁 蚂蚁因为预期的Return应该高 但我觉得其实两边一起做又未尝不可 这个就是第一个 比较稳健的 一个调配资金的投资策略 在这一刻 另外第二个呢 就可以留意市场的轮动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近期来说,好像今天来说 我们可以说是有些资金由新经济股流向一些旧经济股 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有些资金流入一些旧得来的 其实有一些是股值比较低残一点 其实有一个股值复苏概念的一些机会 而且这些其实也是一些过往比较多人留意 也是一些热门股 在过去来说,譬如是一些内银 又或者一些澳门博彩股 这些其实如果真的有资金走 它有机会拉升到一轮 内银股其实之前说过 虽然说中长线就不是十分看好 但短线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机会 另外一个就是澳门博彩股 澳门博彩股今天来说 其实整体上都有一个普遍的上升空间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就是因为其实金沙公布了那个业绩 我们可以看看业绩 如果你真的看那个业绩来说 其实你会看到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还有仍然都是挺差的 比如说看一下不同的酒店 去那个岸年那个变动 其实都仍然是很差的 都跌着九十几八十几个百分比 其实有一部分好一点的 其实去那么多家酒店来说 就是在那些购物方面 其实那个跌幅来说 其实已经只是跌到五十几个百分比 其实做得相对上来说是算好的 但是为什么今天能够是抽升回澳门博彩股呢 其实就是因为其实金沙公布主席他就说 其实在十月来说 那个伊比达其实都已经是开始正数了 他看到其实随着旅客慢慢慢慢回来澳门 其实他就会看到其实那个复苏的情况 他正在回来的 所以就带动到一众的澳门博彩股 他就升回上来了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下个星期就是五中全会 市场就憧憬会不会是有些利好澳门的政策出来呢 所以就令到其实澳门博彩股 其实今天来说就是集体就抽升回上来 短线来说其实是可以考虑去做一些 短线来说的投机性 或者是一些中短线的一些投资 其实你看到其实他在一个 比如说for example 金参来说 他今天有一支大洋竹上来 如果你真的拨去短线 其实是希望他继续有升幅的话 其实有些人是想拨去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以的 但你就要留意 一就是你要看回他最起码那个星轨 能不能够短期这个星轨 比如说for example 金参来说能不能够支持得住 如果他真的跌下来了 因为你很clear 你有个位置你可以走 比如说他回到今天的跌幅 其实你已经应该要沽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是今天是有机会 如果他真的来说可以出现一个行业的转势 可能今天已经就是刚刚第一次起动 其实如果现在你真的希望他短线也好 或者是一个中线 看看他会不会转势也好 其实是可以去考虑的 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个位置去沽出来 比如说他真的 原来发现其实都是炒一个消息的一轮 原来都是不行的话 其实你走的时候 你也很clear 你在哪个位置可以走得到 比如说银鱼 银鱼也是 银鱼其实是走势来说 是突破前浪顶的走势 所以来说如果真的想去博一些短线 或者找一些短线的机会来说 其实澳门博彩股其实是一个机会 以及是一个刚刚起头的机会 可以考虑 我觉得相对上来说 如果你教内银股 已经升了一阵 如果钱有机会去找一些有潜力的 以及估值收服的办法来说 其实澳门博彩股其实是其中一个选择 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呢 就是汇丰 汇丰其实今天也有几个消息出来的 第一个就是 其实汇丰银行外面那两只狮子 封了很久了 今天开出来 其实也有很多人看 到底那只狮子何时出来的 其实有些人就信风水 或者是一个代表 其实这是一个icon 其中一个 另外其实有两个 其实挺值得留意的 就是英国大使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晴明 其实是一个Twinter 发了一个Twinter 其实就说些什么呢 他就说 其实是这个 如果他 中国其实如果要优化营商环境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 其实可以为汇丰带来一个机遇的 所以这样子就憧憬了 其实为什么 汇丰其实是近年来说 或者是今年来说 其实就是因为他在与内地的关系 其实做得不太好 所以如果他真的能够可以在内地改善 回到的关系 所以就有机会可以憧憬得到 他的业绩会不会有机会做好呢 因为我们看回他在今年上半年 其实在汇丰内地方面的收入 其实都已经占5.9% 而且因为他在很多地方产展 比如说你特别是欧洲就占得最严重 所以令到他其实在上半年来说 经调整的那个税前利润 其实内地已经占了27% 另外如果我们看回去年 其实是汇丰占内地的收入 大概是5.5%左右 占率前盈利的利润 其实都13% 其实内地的对汇丰的影响 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来说如果他真的能够 跟内地的关系 其实是维持一个好一些关系 令到市场的忧虑 可以起码不要那么严重 其实有机会 亦都可以市场短期来说 又炒去一轮 可能会不会那个股值有机会收复 其实中线来说始终都要看回 例如他年头说 到底他那个大型重组计划 他能不能够落实 第三个消息 其实今天就是汇丰传出来 他希望在商业银行业务方面 在欧洲那边 裁减300个人 其实300个人不是很多 但是就会反映得到 其实他希望继续去做回那个重组计划 如果他真的能够可以去大刀阔虎 落实到那个重组计划 其实真的有机会可以中长线 帮他改善回那个盈利表现 起码你在欧洲那边的业务 他很想卖的 在现在这样的环境 就应该卖不了 但是他会不会是初步 在员工的开支方面 去开支得到呢 有机会令到他市场方面 看到他会慢慢慢慢执行他的计划 就可以有点充劲 还有我们看回估值来说 现在的PP 期是大概0.7倍左右 现在大概0.5倍左右 其实是一个相对上来说 是比较低小小的估值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短期找一些 收复估值的炒作机会的话 汇丰其实是一个有potential的 但是中长线 其实我仍然不是这么看好 因为始终的盈利前景 已经不是那么明朗了 其实近期来说 他为什么能够是低位 这么差弹回来呢 就是因为这一天 这一天这么大的洋竹 抽成了差不多10%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中国平安 他在大概28元的位置 增持了他 但是这个就要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中国平安增持汇丰 其实是从一个公司的层面 是一个战略的层面 去觉得汇丰有利 和他的公司可能是有 synergy 但是对一个投资者的投资价值来说 是另一种看法 所以大家是要留意 讲完汇丰之后 最后也讲完其实一只个股 其实之前也有很多人看 还有很多人买的 就是维达 维达今天为什么会跌得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他又是公布了业绩 业绩来说就不是说真的做得那么好 那怎样差法呢 其实就看到他公布第三个业绩 就是收入其实就减少了0.3% 你说减少很多又不是很多 那其实差在哪里呢 就是那个经验日理 他就增长着48%左右而已 但是其实那些行业绩就估他 去花旗 估他有八成的 你一家行股是六成多 所以现在他出了来 可能只有大约48% 其实是差市场预期多少 就令到市场担心了 其实是增长能力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而且又要再逼回一点点 其实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增长呢 其实他的收入其实增长不了 为什么他下面的盈利 其实又可以有这样的增长呢 其实很主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由于木章价格的下跌 以及优化的产品组合 相信其实那个木章价格的下跌 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可以带动到他的营运利润方面 有一个挺高的增长在这里 但是我们看到了 那个增长其实都是慢了下来 相对上你第二季 因为第一季其实因为 虽然说市场憧憬 其实疫情会带动到他的需求 但是因为其实是停长的 很多东西都运不到出去 所以其实他第一季其实是做得不好的 第二季有一个很强的rebound 到第三季 就是刚刚公布撞出来的 这样的增长就很顺义预期 所以就会令到他跌得多么严重 但是我们来看看 他是不是真的说这么差呢 我又觉得未必是说真的这么差 因为我们来看看他的市盈率 那个市盈率来说 现在大概是 过去五年平均大概是29倍左右 近三年去制度大概是17到30倍左右的水平 其实现在过去12个月的PE 其实都是去回17倍左右的 所以说 如果他再调整深一点的话 我觉得其实反而是一个吸纳的机会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做长延的消费用品类的股 它有长延的价值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个位 去买入的话 就不是见到那个股价去高追 反而你会记得到 它出现真的有一些调整 但你长延仍然觉得它是有potential的话 你宁愿等它跌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找机会去慢慢收集 譬如说如果他真的有机会 可能在20元边楼下 你见到它站得稳 我就觉得可以慢慢慢慢吸纳 为什么呢 其实也是有一个原因 可以想想一下 因为它现在电商的收入占比 其实都已经挺重的 占近三成 我们估计 其实去第三季 为什么它的增长可能会慢呢 可能就因为 很大的需求 已经在第二季息速了 另外第三季来说 其实所以就会少了 还有去到第四季 第四季 因为其实会有些电商的 促销 比如说双11 还有它又做了很多电商的东西 现在可能又有些 那些demand 要移到第四季 所以就有机会 可能是第四季 又会出回来 也不出奇 所以我觉得 不要说 前景看得那么差 还有如果你真的看 长期的消费股 它虽然说是 今季业绩 它miss了 但是长期的内需概念 双存环概念 它仍然是不停的 都会有炒作 但它跌了下来的话 我会觉得是一些 短线吸纳的机会 大市和一些主要的股份 就去到这里 那我就看一下 观众 会不会有些什么问题 可以问一下 可以解答大家的问题 好 那就有观众 红文资241 那我们就看看 241阿里健康 其实就是阿里集团旗下的一个 叫做大健康的一个平台 它有做自营热武 也有做一些销售的平台 而且它也有 在支付宝 也有个自博的入口 也会做一些 譬如说是 好像133 做一些手机app的一些 民诊的一些服务 其实主要来说 我就会觉得 近段来说 它升了上来 主要也是受惠疫情 但它升了上来之后 它就定了在这里 去到现在的水平来说 我们会觉得 你要等待 不妨就等它 再公布那个半年季绩 半年业绩 到底它能不能够 真是由 虚转变成盈利 其实它经调整的盈利 其实它转了成盈利 但是我们要看它 真正的 它能不能够 做回规转变 如果它真是做到 那个规转变 其实有机会 可以是 更加去巩固 以及再上一阵 都不出奇 如果短线来说 可以看回到 20元 如果是再下跌的话 就看回到 大概 18元 17.8 这些水平 看看会不会有个支持 但如果我觉得 你真是看长线的话 我又觉得 其实这些股 我觉得是可以 一直继续下去的 就算你可能觉得 跌破一些支持位 的时候 你想减少一点 其实可以的 但又不妨去留一点 始终它都是一个 你那个平台来说 是挺重要的平台 因为它连那个 天猫健康 其实它都是 资装会 卖给它 所以长远来说 它都是一个 挺重要的 大健康 一个业务的平台 所以长远来说 我会觉得 是有一个 potential 在这里 另外就是 1211 1211 近期来说 都升得很厉害 很多原因 一就是 它伸出电筒车 买得好 它的电筒车 其实就是 装了它的刀片电池 它的刀片电池 其实现在说 它有能力 令到那个续航能力 其实拍得住Tesla 那个新能源车 而且它的刀线 其实真的挺英俊的 大家可以上去 那个网站 看看 而且它的刀线 卖得相当之不错 所以就是 又是资装上来 另外就是 美国方面 Tesla 其实它是外围 还有内地很多的新能源车 委内或者其他那几只 其实都升得很好 也会带动到 比亚迪拉上来 除了新能源车之外 另外就值得 说一说 因为其实它除了新能源车 就是250升了上来 也是很主要的原因 可以带动到比亚迪拉上来 因为有时候 就是它那个手机业务 做得不英俊 又会拖下去它的业绩 有时候它那个新能源车 又会做得不好 所以有时候 很多时候 就会令到比亚迪的业绩 就很mixed 但是其实近期来说 就会看到 它新能源车的业务 有憧憬 另外它那个手机业务又行 所以就会看到 它近期来说 它的升势就很英俊 但是就要看看 它短期来说 它的升轨是做得不错的 看看能不能走得到升轨了 如果还没买 这方面的业务 不单是说比亚迪 是整个 内地新能源车的行业 变得越来越solid 所以我会觉得 是长线可以保持一部分的 如果你有的话 如果未有的话 不妨等等 可以等它有机会调整 才买 因为我看到250 今天来说 都看到有少少回调 看看会不会它这方面的业务 又会拖累一点点 有些人会害怕 可以去看一看 其实整体都算强 但记得到它近期来说 开始慢慢慢慢 那个升势会放缓 即是比亚迪来说 比亚迪电子 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所以比亚迪可以保持 它一天未跌穿 那个升跪 有的就不妨保持 没有的就不建议 它买住 因为始终它升上来 估值都挺贵的 那就可以回答 941 其实941 或者其他电讯股 星期一都说过 个人来说 就不是那么偏好 这些电讯股 如果真的比我选择 电讯股和内银 我宁愿都是买内银 就算大家听我说 都知道 我不是那么喜欢内银 已经是 但电讯股来说 就更加 因为电讯股 其实很大的问题 首先短期 那些业绩不是有问题 其实都不错 比如说 中亿东公布业绩 或者中联通公布业绩 其实是不错的 只不过市场的expect太多 所以就令到 今天跌是跌些什么 好主要是跌着中联通 中联通之前是做得不错的 其实这一东西 弹上来 就是因为业绩比预期好 之前这一东西弹上来 又是炒业绩 炒业绩 但是业绩出来了 那些人又觉得 不太符合预期 又沽了下去 但是其实你看看券商报告 甚至你看看业绩 他们都不是觉得 那份业绩有什么问题 而且看得到 就会看他那个移动业务 慢慢慢慢做得好 反而可以在 未来的一两季 相信业绩都会持续改善 为什么沽下来 就是因为人们炒高了 就会觉得业绩 其实不太符合预期 所以就跌下来 另外 其实我为什么 中线或者长线 不太喜欢这些股 就是 一就是之前说过 他始终都是有些限费的东西 另外第二就是 其实这些股 他经常都要去吃那些 他要去投资的 他投资要去很大的complex 其实他近 我估他来 他应该会给他慢慢慢慢赚钱 因为你现在 5G已经开始双用化 5G不双用化的时候 你不允许他赚钱 怎样去有钱 去继续投资 去6G 去6G 这种东西 因为你现在是内地的5G 是在全球 但你5G可以得到 你不投资 6G可能又被人追上来 所以其实这些钱 你就要给这些电讯商 去赚钱 然后他才有钱 去给华为买的产品 如果不是华为去研究这些产品 出来 他没有人去买的时候 那他怎样有钱 继续去研究 所以很多时候 这些电讯商 他 会要的时候 有时他会帮你 去帮大众筹 降下费 降下营商成本 去到这样子 就应该会放松 不会铁得那么紧 我估计 未来可能是一段时间 但你说 赚很多钱 又未必会 因为他不是那么高增长 我宁愿会选择其他股 所以正如上次都这样说 无论你是哪一只都好 宁愿你没有的话 你便选择其他股 有的话 可能会否考虑 其实也会趁一些机会 去换一换马 最后再说一只 6060 其实6060中安在线 其实今天也有些流行的 那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女股神Catherine Wood 其实他旗下有一只ETF 其实就见到 他买了两只港股 其中一只就是中安在线 所以也有些消息去留意 其实中安在线 其实会不会值得留意呢 另外其实 其实买集团 其实都是中安在线的 最大股东来的 可能也会有少少关系 但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可能都是 Catherine Wood 其实那只ETF买了 他会多人 会留意这只股 其实这只股 他怎么炒上来呢 其实也是因为 其实疫情 他主要是做网上的保险 其实他现在也是有做一些网上的 敏诊的一些服务 但是其实有 你会看到 他那个 即是那个高的momentum 其实是有的 但是他升了上来之后 就还行了一段时间 如果你真的去买的话 或者去留意的话 就建议 他会不会有机会去突破短期一些的 其实他降轨 很轻微 其实这些不是说 他很实际的 但是你觉得他慢慢突破 可能有机会 他有一个下一个的升浪 如果他突破到上一个这个的浪顶的话 有机会去慢慢慢慢可以升上去 但是如果他在下面 失守这些这样的位置 就建议大家 他就 短期就先沽一沽 因为见到他 他在之前 其实为什么这样 弹了上来呢 就是因为那个业绩是比预期的 所以就炒了上来 一轮的 他升得很急的 但是他慢慢慢慢在上面 都熬了很久 其实是见到他 他不是说再有那么多资金去 去转回去 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他炒上来是因为疫情 那现在就内地疫情受控了 那他到底那个 还是不是那么厉害呢 或者在网上的保险 还是不是可以卖得那么厉害呢 就要 再看他的业绩 看他知不知得住 才可以 看会不会有下一轮的momentum 但是如果短期来说的话 你要看到他刚刚见到 他伸了头出来 都可以短期来说去留意一下 那向下就留意一下 下面的支持位 能不能够守得住 不能够守得住 那就短期先沽一沽 就算你之前持住的话 建议就先考虑写食股 如果你真的在下面这些位 已经持住上来 其实也仍然是有 profit 如果穿了这些位 去再跌下来 其实已经是又跌下来 30元这些位置才有支持 不妨又先沽一沽获利 建议大家这样做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明天再和大家见 明天再和大家见 明天再和大家见